这招牌生虾面 超大之虾 这是所罗敏啊 什么呢 今天带你们来到这个巴拉公的 丹明家里哈 它是出名那个生虾面的 我们去试看 看这处是一点历史的店 这里是招牌那个生虾面 是吗 还有什么招牌啊 好介绍 来多一份 你看啊 这里除了叫面呢还有一些鱼啊 海鲜啊 鸡啊很多选择可以叫菜吃饭 来啊 谢谢 Solomene 应该傻老师出来的 傻老师是谁出事啊 哦 OK 招牌生虾面 超大之虾 看到我爽 看到肉饱满 还有一个方法 拔出来这个 帮它冲凉 直接这样 嗯 这样吃超爽的 生虾就是新鲜弹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吃 它的面是炸到脆脆的 真的一点质 这应该是生面的 嗯 它面大到超级酱 再配满那个质 不错不错不错 里面没有讲太多其他的配料 不过有两只生虾就够了 已经够丰富了 这是一人份啊 不过已经蛮大的份了 一个人吃一定够饱 炊肥发辣 老板娘推荐 哇 炊肥发辣 感觉很特别哦 黑黑的 发辣 它有点像烧肉 你看那样子 感觉上面是脆脆的 嗯 果然它是很像把那个烧肉拿去炸锅 外面脆脆的 它是一种甜中带咸 很有口感 撕下另外一个面 这个它叫做所楼米 这样看不知道撒在哪里 很多菜在上面 这样看 味道是那种酱油的咸 可是不会讲很够的咸 这蛮香的 可是它里面 就是一些肉碎罢了 没有太多的料 我吃了没有变撒 因为我本来都撒沙底了 如果摄影师吃了 这样 这样会撒笑 这里Auntie很热情 我在享受这生虾的时候 他又拿多一点东西来了 所以他讲是招牌豆腐 Auntie拿来我们就要试一下 来 招牌豆腐 这样看是很爽的 拧下汁 撕下招牌豆腐 它的汁很香 豆腐里面嫩嫩的 这种豆腐虽然是简简单单 可是它通常炸过了 配买它的汁 还有上面一些葱 是很好吃的 这拿来教菜配方也是很难 这里还有很多菜可以教 下次你们也可以来这里教菜 你们这里开了多少年 11 这样你们是几点开到几点 9点到9点 中间有休息 没有 每天开 两个星期四十一天 拜几 拜二 好